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你屏幕的右侧 第一个是在做华音技巧的这组音的上方有一个小写的s 它的全称就是slide有滑动的意思 第二个我们看到这组音之间它有一个连音线将它们连起来就好像一个括号的意思 好那么在讲第三个之前我先把这段谱例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 我们看到这个普例中数字之间还有一条斜线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第一拍中斜线从左到右的趋势是向上的 而换到第二拍斜线从左到右的趋势是向下的 好那么这个时候再结合到这两拍之中 数字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发现 如果斜线的从左到右的趋势是向上的话 那么就表示我们这个时候的滑音技巧是要从低把位到高把位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拍从五品滑到了七品 那么反过来如果斜线的趋势从左到右是向下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从高把位滑到低把位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从七品滑到五品 那么这个就是斜线所表示的意思了 虽然滑音技巧它也是左手的基础技巧之一 不管是在弹唱还是指弹中我们都会用到它 但是来到指弹之后往往由于演奏速度相对加快 滑音的这个品位兼具也会更大 所以这是对于我们左手按弦的基本能力 以及我们左右手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这个默契程度 要求也就更高 具体怎么做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实战 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段练习普利 分别是在单弦和双弦上做滑音 它的难度和速度也都依次提升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练习片段 它选自于gravity的第162小节到第169小节 那么这段谱里大家是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 并下载下来的 好 这首曲子它用的就是标准音 6弦E 5弦A 4弦D 3弦G 2弦B 1弦E 好 接下来我们看演示 好 我们来看到第162小节 首先这里指法 我们的食指提前按住123弦的7品 当然你能做一个小横按 只按住23弦是更好的 按住123弦的7品之后 先拨6弦的空弦 第二排的时候 623同时拨 我们可以直接把前两排看成是一个前8后16的节奏 虽然说前面是一个4分音符 后面是两个8分音符 但是如果把它的这个实质再放慢一倍的话 其实相当于前面是一个8分音符 后面是两个16分音符了 可以当做前8后16的节奏 我来看 大 大 好 第三排 这里一个插下面一个小横线 是指我们右手的一个拇指的置音 敲在琴键上就可以了 好 敲完之后 先拨二弦和三弦 同时拨 一个机弦 用你左手的中指 积在二弦的八屏上 积上去之后 再拨一次 快点 好 我把第162小节连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63小节 这个时候我们左手指反的就变成了 只用你的左手指指按住二弦七平就可以了 还是前两拍 我们还是可以当成一个前8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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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 大 大 好 第三拍 敲 敲上去之后 我们看到这里就出现了 我们需要 讲给的这个滑音技巧 好 首先这两个数字之间 除了有连音线之外 它们中间还有一个斜线 当然 上面有一个S的标记 表示这个是滑音技巧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滑音技巧该怎么样去做 首先我们的左手指指是提前按住二弦的七平的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先拨二弦 左手指指按住不要动 拨二弦之后 直接回到五平就可以了 回到你的二弦五平 大家一定记住 在我们做滑音技巧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左手一定一定不要泄力了 也就是不要松开了 如果说你松开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就听不到这个二弦五平的音了 因为我们在做滑音技巧的时候一定是要听到明显的两个声音的 两个音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这两图子中这两个数字之间还有一条斜线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斜线从左到右的方向 从你自己的视角去看的话 从左到右的方向 它是一个向下的趋势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滑音是从高把位滑到低把位 如果说你的这个斜线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走上波的话 告诉你 这个就是从低把位到高把位的意思 当然了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直接看数字的变化就能够知道 我们具体是从高把位到低把位 还是低把位到高把位了 好 我们从二弦的七平滑到五平之后 最后播一个一弦空弦的音就行了 好 我把第163小节连起来 接着来看到第164小节 这个时候 左手的食指按住二弦的一平 好 前半拍还是当做一个前八后十六来看 五弦空弦 之后的是二弦三弦同时播 第三拍 看一个支音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三拍和第四拍之间有一个勾弦 我们首先播二弦和三弦 这个时候二弦是一平的音 播出来之后 三弦是空弦的音 两个音 播完之后 我们左手食指 勾二弦的空弦 再一次 还是记住 不要碰到你的一弦了 最后 播一个二弦空弦的音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164小节连起来 再来看到第165小节 左手中指呢 按住三弦的二平 好 前半拍 当做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 三 四 四 三 大 大 大 第三拍 左手 右手一个支音 一个勾弦 先播 三弦 再用你左手中指 勾 三弦的空弦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二弦空弦的音 好 我把第165小节连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166小节 这个时候 左手食指按住二弦的七平 前半拍 当做前八后十六 六 六 二 大 大 大 好 第三拍 支音之后 好 一个机弦 先播二弦七平的音 再用你的左手中指呢 积在二弦的八平上 下去 最后一个二弦十平的音呢 我们用小指来按 可以就是 一 二 三 四 好 我把第166小节连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67小节 你的十指直接下来 按住一弦的七平 好 前半拍还是看成一个前八后十六 六 六 一 大 大 大 接下来一个右手的支音 敲下去 一个机弦 先播一弦七平的音 十指 按住一弦七平 播完一弦之后 左手中指 积在一弦的八平上 来 最后再播一个一弦八平音 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167小节连起来 再看到第168小节 这个时候 我们的左手十指呢 横按住一二三弦的五平 用你的小指按住一弦的七平 前半拍 大 大 第三拍 敲下去之后 一弦二弦同时播完 再用你的左手的小指 做一个 一弦七平到五平的勾弦 就是这样 最后再播一个五弦的空弦就可以了 好 我把第168小节连起来 再看到第169小节 左手十指呢 保持不动 还是横按住一二三弦的五平 而这个时候 二三四弦同时播 再用你的五名指 积在二弦的七平上 就是这样 四弦 一弦 第三拍 右手一个支音 二弦三弦同时播 之后再用你的五名指 积在二弦的七平 紧接着一个 勾弦 这里的节奏 就是一个前十六后八按 就是 大大大 最后一个四弦空弦的音 好 我把第169小节连起来 好 这个就是华音技巧 与它所对应的实力片段的讲解了 谈完之后 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瘾呢 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 看到双弦的华音 为它选取的那些片段 是来自于time travel的第79小节到第90小节 同样的 这首曲子的曲谱 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 并下载下来 好 这首曲子它用到特殊条弦 六弦从E降到了C 五弦从A降到了G 四弦不变 还是D 三弦也没有变 还是G 二弦从B降到了A 一弦也降了一个全音 从E降到了D 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将变调夹夹在三平 那么你调完音 夹完变调夹之后 你的音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给我对一下 从六弦到E弦 好 接下来我们看演示 我们下来看到第79小节 反正这首曲子它稍微特殊一点 反正我们右手在弹奏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闷音 当然这首曲子 它这里为什么没有表示出来呢 因为在我的这个曲谱 完整的曲谱中 我是标在了第一小节 因为这个整曲都用到了一个右手的这个闷音技巧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第79小节 我们是暂时看不到的 好 来先告诉大家 这个右手的闷音应该怎样去弹 就用你的这个右手的小遇记 放在你的哪里呢 下枕的上面 挨住你的琴弦 那么我们正常去弹琴弦的手 应该是这样一个音 但是如果我们用到了右手没音技巧之后 我再来拨我的琴弦 就是让我琴弦处于一个震动 又不充分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同时我们在弹这首曲子中 需要做右手闷音 也就是这个小遇记放在琴弦 这个下枕上的部位呢 只有你的六到三弦 六五四三 后面的二弦呢 二弦和一弦是不用管它的 还是一个正常放开的状态去弹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你的琴上试一下 弹出来一定像这样一个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音高 但是呢 这个琴弦它又处于一个震动不充分的状态 你就感觉这个音呢很短促 好 直接来看到第七十九小节 在这个右手闷音的基础上 六五 来一个右手的这个质音 我们用拇指敲到琴弦上 我们看到 在谱子中表示的方式呢 是一个X 下面带一个小红线 六五 敲 再拨一个三弦的空弦 请接着 第三拍 这个时候我们的指法出现了 前面弹的是空弦 不需要按弦 在第三拍的时候 我们的左手的十指呢 横按住六五四弦的二平 再敲 最后一个三弦空弦的音 这里说到这个小横按 我们按的时候 只需要保证你的六五四弦呢 按住就行 不需要弯曲的特别的夸张 只要保证 你的三弦能够响 同时把你的六五四弦按紧了就可以 好 第七十九小节 我连起来 其间我们看到第八十小节 首先在第七十九小节和第八十小节之间 我们看到这个三弦空弦的音 来到第八十小节的时候 它是打了一个括号 同时和前面一个音之间有一根连音线 那表示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延音 这个音延续到第八十小节 但是这个音我们不弹 那其实就还是什么呢 还是空弦的状态 五四敲 四五 接着来看到后面两拍 第三拍的后半拍和第四拍 这里就出现了两根弦的滑音 首先我们的指法 左手无名指按住二弦的三平 时指按住三弦的二平 这个地方我们做滑音 二弦三弦同时拨 刚才我说到我们在弹整首曲子的时候 右手需要做man音的琴弦 有六弦到三弦 对不对 当我们弹到这个滑音的时候 就可以把三弦放开 否则我们听到的声音 如果是三弦做滑音 就变成这样了 就很怪了 这个时候把三弦放开 当然二弦本来就是没有闷住的 首先第一个滑音 我们看到一共出现了三个s的标记 那就表示说 这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滑音的技巧 首先第一个滑音技巧 我们看到前面两个数字 稍微小一点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这告诉我们 这里是装饰音的滑音 具体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滑到的位置 无名指从二弦的三平 滑到二弦的五平 直指从三弦的二平滑到了三弦的四平 也就是这两个手指 同时上你的高把位 也就是你自己的右边 平衡了两平 那么再来讲 这个装饰音的滑音 我们该怎么做 当我们碰到 这个装饰音的滑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 前面的数字是比较小的 我们看到前面的数字 确实是比后面的数字要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主要的 重点在于后面的这两个音 也就是 二弦五平和三弦四平的两个音 我们快速的滑到这里就行了 主要听到的是后面两个音 前面两个音是比较弱的 快速的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方式 正常的节奏来弹这个滑音的话 它就是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 起点和终点的两组音 但是换到这里 装饰音的时候就是 我们主要听的是 终点的这两个音 第二组滑音 滑回去 在这个过程中 三个滑音的过程中 我的右手只拨 第一个滑音的出现的音 也就是 这个装饰音 两个 二弦三平和三弦二平的 这两个音 它滑回去 最后 最后一组滑音 无名指 从你的二弦三平 移到二弦的二平 这个时候 再把你的左手十指放开 当然大家可能听的 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这里 做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可能音都衰减完了 这个时候稍微快一点点 这样的话 是不是听得很明显呢 再来一遍 好 我把第八十小节连起来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连续的 快速的滑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滑过头了 一定不要 同时往回滑的时候 也不要滑不到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对我们左手的压力 会稍微大一点 好 接着来看到第八十一小节 相反拍 还是一个空闲的状态 左手不需要按 六 五 敲 二 这个时候回到右手 没硬的状态了 后面两拍 第三拍和第四拍 这个时候 左手十指横按住 六五四弦的二屏 六弦 五弦三弦同时拨 敲下去 三弦空弦 好 我把第八十一小节连起来 再来看到第八十二小节 前半拍 带上第三拍的 这个前半拍 我们看到一共还是有四个空弦的音 五四 敲 四 五 再来一遍 好 我们碰到这样一个 又是闷音 又是这个右手的这个 制音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制音的时候 幅度可以不用太大 也就是 五敲的时候 只需要 以你的这个 小鱼技 做一个支点 把你的手 稍微抬起来一点 就行了 不要抬得太开了 如果抬得太开的话 我们弹的这个may音 很有可能就变成实音了 那就变成这样了 很可能你弹起来 再回去的时候 这个位置容易找不对 这样弹出来的may音就不好听了 好 再来看到第三拍的后半拍和第四拍 还是刚才讲过的这个 装实音的滑音 加上正常的滑音 一共三组滑音 还是左手指法呢 在无名指在二弦的三平 持指呢 在三弦的二平 这个时候 还是把三弦解放出来 不要把它闷住了 还是第一组滑音 是一个装实音的滑音 还是像你的右边 你的高把位 平移两平 两个手指整起的 滑回去 最后一个 无名指 从二弦的三平 滑回到二弦的二平 这个时候再将你的 左手指分开开 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好 我把第八十二小节连起来 好 当然再多说一句哈 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 做这一段 还是要慢一点 虽然说我们慢一点的话 可能这个滑音听的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只要把你的执法做对了 把你的品按对的话 你把时间慢速的把它练习好 再当你速度提起来的时候 就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了 紧接着再来看到 第八十三小节 前半拍还是空弦的状态哈 六 五 敲 二 第三拍 第四拍 这个时候左手指指横按住 六五四弦的二平 六弦 三弦 五弦 敲下去 三弦空弦 好 我把第八十三小节连起来 接着看到第八十四小节 前半拍加上第三拍的前半拍呢 还是四个空弦的一 做一个门一 五四 敲 四 大一次 第三拍的后半拍 再加上第四拍呢 还是一个 双音的滑音 第一个滑音 装饰音 滑回去 第二组 第三组 这样一个状态 前面我们已经弹过两遍了 练习的手 还是慢一点 好 我把第八十四小节连起来 接着来看到第五八十五小节 相反拍 空弦的状态 六 五 敲 二 二弦是一个放空的状态 第三拍 第四拍 直指横按住六五四弦的二屏 六弦 五弦三弦同时波 敲下去 三弦 好 我把第八十五小节连起来 接着来看到第八十六小节 好 我们进入这个曲子 Ending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没有复杂的 这个滑音和直法了 好 还是做到这个main的状态 六五四 六五四三弦 二弦 二弦是放开来的状态 还有一弦 好 这个时候前两拍 五 四 三 四 第三拍 三弦的二屏 三弦空弦 四 三 第八十六小节 我连起来 第八十七小节 和前面第八十六小节 一模一样 还是 五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注意在第三拍的第一个音 按住了三弦的二屏 好 第八十八小节 又是一样的 五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然后把这三个小节连起来 从第八十六小节到第八十八小节 接着再来看到第八十九小节 其实还是和前面一样的弹法 五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最后一个演绎到第九十小节 好 我们看到在第九十小节结尾的地方终于出现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我在 谱字开头啊 会标注的这个右手main的技巧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 P 点 M 点 这个就是指右手main的技巧 Palm Mute 之后会具体的再来讲到这个右手的main技巧 所以说我们先到这 这个就是关于两根弦的华音与它相对应的实力曲谱的讲解了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出现的所有的普利亚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 同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我之后的每一期精彩内容你都不会错过 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与我直接交流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微博评论 私信我 或者at我 这样我看到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